聊國際間的情勢 我們看到美國的航母 接下來應該是會很忙碌 這段時間在菲律賓海域 但很可能不久之後 又要去朝鮮半島 因為金正恩安靜一段時間之後呢 透過了官方媒體 PO出了這張照片 他去親自視察了 超限彈尖端的戰略武器做測試 請幫他添多哥 這時間點放這照片 有何用意 當然了你覺得美國玩兩手 他也玩兩手 他很多東西學著川普來 因為 美國加日本 那日本是在後面也是一直在push這方面 那 金正恩而且 而且上一次到現在 美國一直不鬆手對他的制裁 從6月份川金會到現在 5月 他不鬆手不鬆口這個制裁 所以逼得他跑到北京 為什麼 年關到了 第一個要變冷 變冷 能源 能源 他要能源 他要糧食 這一點他非要到北京去談不可 因為就像是那時候他第一次 坐著專列去幹什麼 帶回了幾十噸的種子 春天他要種東西了 他連這些都沒有 所以 在這裡面 就是說我個人的解讀就是說他今天在在秀出來的時候沒有錯 增加談判的籌碼 因為 南南韓是一直在幫他的南韓急希望把這個解套 有個和平協議嗎 而且南韓幾次跟美國提出來就是說你不能光要求他你也要讓 讓他有一點鬆一口氣 那美國堅持的一個就是說你的核武 在沒有明確之前的時候他不解除制裁 所以金正恩也不是故意要鬧 而是接下來馬上北韓要進入冬天了 他需要 美方 至少 我們六月份談過到現在你都沒有鬆手制裁 我怎麼過冬嘛 對不對 還一口氣 而且其實說真的在之前一段時間美國官員一些談話 讓金正恩可能也覺得刺耳 因為接下來 美國就說不排除 我們要恢復軍演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包括了這個北韓去核化如果沒有進展的話 美方是說最快 2019的春天 就要重啟 終止一段時間的大規模 美韓聯合軍演 那 當然南韓很多時候是被迫的 美國要去核你軍不軍呢 韓國就說他們12月 再做個決定 日本方面說很難講 北韓是在積極的自律如何化 他日本是當然幫美國說話 他說川普的忍耐度是有限的 那北韓方面的講話說 如果朝鮮半島要走向和平的話 那你美韓就不應該現在還要準備什麼重啟軍演 韓國方面應該要確實履行 之前包括跟文在寅所談的一個軍事協議 要停止相關的軍事行動 老師你來看 金正恩這張照片PO出來 去視察這個戰略武器的測試 會讓朝鮮半島 和平了五個多月 被戳破是一個假象嗎 其實美國早就判斷了 北韓一直是在核武問題上說拖的 拖 這是正常的嘛 那麼但北韓來講是正常 美國認為是不可忍受 但是沒辦法 他就裝作繼續讓北韓拖 說我們還滿意 對於這個6月份的這個協議還滿意 那麼同樣的 中國大陸對日本也很不滿意 跟美國還是繼續勾勾搭搭 中國大陸還是要裝作跟日本很麻糬的感覺 讓川貝 安倍 讓他能夠 能夠繼續跟中國大陸交往 很多國家都在玩兩面 都在演 都在演戲 因為你不演不行 現在不能跟日本撕破臉 就跟美國也不能跟北韓撕破臉 撕破臉 表示你外交沒成就嘛 所以一方面是為了自己的外交成就貼金 另外一方面是國際上形勢上也不得不這樣做 而且如果真的撕破臉 現在美中要貿易戰 他等於是兩邊都要 籌碼就麻煩了 籌碼就少了嘛 現在 拉北韓就算沒辦法控制北韓 但至少 好歹我跟北韓外交關係不錯 那麼跟 中國大陸也不能跟日本撕破臉 所以大家都有不能撕破臉的這種痛苦 那麼 講的最明白的是東協國家 美國 中國大陸要東協國家跟他一起演戲 中國大陸答應 沒問題 美國要東協國家演戲 他也答應 沒問題 我兩個都答應 你沒話講了吧 這個東協國家最近還嗆一下 就說 新加坡就是要跟兩邊都打好線 打好關係 怎麼可能說跟一邊翻臉 這不可能的事 對中國大陸這些小國來講 這樣做是最符合他們國家力的 兩面手法 現在看來 眼看了全世界 特別是亞洲 大概就中華民國是 不搞兩面手 不敢兩手策略 也不搞兩面手法的 堅持走對的路 親自鮮明 而且裝盡自強 老師問一下你 因為彭斯他講 就算北韓方面 接下來不提供 飛彈基地的清單 明年初 也不會去影響到 川金二會登場 這態度很軟 不像 之前川普 每次推特就發火箭人什麼的 就是要維持一個關係 還不錯嘛 因為你現在沒有到翻臉的時候 就先不要翻臉 這樣子的回應不就等於更讓金正恩看穿現在川普不會跟他撕破 但是川普說翻臉還是會翻臉 這就是金正恩 為什麼今年年初就答應這個 平昌冬奧 又跟南韓的領導人 文在寅見面 又跟這個金川會 這就是 美國川普還是有點拿捏不住他的性格到底怎麼樣 有時候 講得很好 一下子說他是 這個 這個什麼 那個 說他是壞 說那個是 壞蛋 反正一方面說我請你吃飯 所以他把那個金正恩也搞得糊裡糊塗的 所以說要 這樣子要對付他不容易 所以 金正恩固然學到了川普好幾招 但是他還是沒有馬上拿捏川普最後做什麼決定 我們之前節目就在講 11月份的國際新聞會很好看 美國選舉台灣選舉又G20 很多事情同一個時間在11月份登場 其實在G20之前我們看到 開始一聊就是航母到了 南海的附近 川普派的航母 那某種程度來講 金正恩在這個時間點發了這張照片 那當然北京是完全知情的嘛 北京也讓金正恩適時的做一個 這個在國際間站的一些版面 其實就美中他們在貿易戰是最主要的核心問題之前 其實這些動作也是在爭取他們的一個談判空間 委員 我覺得這一局 認為金正恩玩真的全世界就只有文在寅 非常一廂情願 畢竟是從北韓過來的 其實他沒有一個國家相信他是真的啦 那只是說要玩什麼樣的局面對自己有利啦 比如說美國 因為美國 現在最主要對手是中國嘛 那貿易戰是最眼前的問題 南海也最眼前的問題 那我何必讓北韓變成你的籌碼 所以美國再怎麼樣也不願意在這個時候 讓北韓議題又再重現 那這樣中國籌碼就增加啦 對不對 那中國也是啊 中國他現在也拉住了安倍 他是籌碼在增加中 所以那金正恩本來就需要中國嘛 因為北韓 確實我們剛剛天鑼熊講得很對 冬天非常需要中國 那是生存的問題 所以他本來就不怕 那大概只有文在寅在相信啦 那大概夢也快醒了啦 那川普現在夢也醒了一半啊 因為眾議院也沒贏 玩了半天 這個石破天津的這個美潮和解 居然對眾議院也沒有幫助 所以我看他大概也逐漸放開了啦 可是這個就說要到一定程度啦 比如說美國我就看到一個媒體 還幫金正恩講話 那個照片可能是假的 說金正恩也在 事實上那個可能是假的 所以我以為你來看 因為你也是國際情勢的專家了 現在在G20之前 中國大陸方面提出了124項 他們可以做到的事情 你覺得有譜了嗎 暫時緩和 這個對國際來講 人家就會覺得他有誠意嘛 而且是全方位的 川普沒說我答應 沒有答應 因為美國現在 還說有四到五項他希望蠟燭 可是只要講到這種具體項目 而不是全面否決 就有希望 就有空間 就有空間 所以昨天美股 尾盤 極拉大漲 我們就情報到角度 我要請多一下聽頭歌的 因為 美國智庫 PO了一張這個畫面給大家看 美國智庫爆出來說 北韓有13個隱藏的飛彈基地 其實最近一個距離首爾才150公里左右 長程飛彈 可以打到美國本土 我想問過去這五個多月的時間 到底 美國CIA 有沒有失職或疏漏 有人 媒體講說川普被耍了 你怎麼看 不能講美國 CIA失職或疏漏 因為 我仍然 仍然相信一點 即便北韓再開放 他還是全世界 控制內控最強的一個國家 你沒有一個國家 我們 從情報的角度觀點來看的時候 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做到北韓的情報 但是你看 這個照片是美國智庫爆出來的 它那個完全是衛星 然後衛星根據 根據 長時間的收集 譬如說這幾個點的車輛的出入 哪一種型號 從哪裡往哪裡 哪裡往哪裡 這樣一個流量一個流量 這樣去的時候 是可以標出一些點 他20個點裡面他標了13個 那 講說 是這樣講 但是 到底 確實程度哪一個是真是假 我想 金曉光他最大的優點就是 他在西方 長大 他知道怎麼去騙 他回到了韓國 回到了北韓 他歷經了最 最艱難的 最艱狠的鬥爭 他活過來 然後 他對內 他用 用出他一切的手段掌握 所以 在這裡面 你講說 今天 沒有錯他公佈他這13個 可是你知道嗎 16號的時候他的那個 那個國務卿 那個 那個國務卿 又跟 北 跟南韓講 叫南韓的金曉眼說 那個文曉眼說 你好好去跟北韓溝通 那他們主要的也是在 換取 換取一個今天談判前營造有利的 就像剛才 剛才我們國務卿講的 他說 對他的選舉沒有幫助 可是 選舉沒有幫助的時候現在 他已經輸了 沒有大贏 那以後後頭要怎麼把他自己拉起來 北韓 還是一個好的用 對川普來講還是一個好的 不是 他說 他是一個 說 感谢观看